今天费政半导体大跌 然后我们就看到台湾的股市也大跌 我们的台积电也跌 跌本来以为说是因为川普讲的那些话 不 并不是 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拜登政府现在更强烈要求ASBO 更强烈要求日本的供应商 现在你们这些供应商 你们这些社会厂商 你现在要卖给中国 你要好好考虑 如果你们真的要卖给中国的话 美国会对于荷兰 对于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是 现在说其实 彭博社最主要的一个报道 他直接讲说 考虑用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划 这什么意思 规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长边效应 你只要你整个生产过程里面 或是你用的零组件里面 有用到我的美国成分在 即使成分很低 我美国都有资格要你说 你不可以把这个产品 再销售到中国去 因为我们现在跟中国 已经是事不两立 才没搞罪没了 包括日本 包括ASMO 都已经被他直接担命做结合 好 玉芳 大家讲到 现在中美之间看起来 不是只有经济战争 军政战争也是一速其八 结果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台积电 有个非常关键是 台积电今天公布了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财报 财报里面提到 他们现在三奈米跟五奈米 竟然已经占他的营收的五成 而这个三奈米跟五奈米干嘛 他们全部都是卖到美国 卖到美国 它跟未来的AI至关重要 结果我们看到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米利 他们已经卸任了米利 他居然讲未来15年后 整个美军会做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什么大的改变 未来有大部分的 有很多的这个军队军人 或者很多的战斗任务 是由无人机 是由AI来负责 对 过去来讲的话 其实战争呢 我们都看过了 从这个冷兵器到火兵器 但以后呢就变成无人机跟AI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是米利 米利是退役的陆军上将 他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呢 以后大部分战场上面有三分之一 都是机器人 三分之一的机器人 而且这时间呢是非常的快 可能在10到15年之后就会发生了 这个军队来讲的话 这些机器人为什么可以上到战场上面 米利说的哦 其实从战争跟战略跟战术上来讲的话 你要看一个东西 你要怎么样去打击敌人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他们一个自动驾驶的越野车 自动驾驶的越野车上面可以站着你的步兵 其实过去来讲 我们一直觉得说 冰海作战团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就在倒上面嘛 但其实冰海作战团可以在这个车上面 这盘子是什么 是Starlink的接收器 所以它不用基础设施 我就可以直接接收这些网路 然后我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 打开我的笔电 打开我的发射器 可以随时去锁定敌人 然后在这影片里面 它锁定敌人是谁 是中国的 这个中国的洛阳级军舰 然后一个按键之后的 另外一边的一个发射器 马上直接发射出去 发射出去可以顺利的把这洛阳级的军舰 直接给击毁 这个就是冰海作战团的具体化 只要你有人 只要你可以有网路 STARLink 你就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发射 然后精准的打击 直到过去来讲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现在都可行了 它是无人驾驶的 它的指挥 它的控制 它的沟通 全部都是由AI电脑来处理 电脑处理以后 它会带你载到一个赫世的地方 而这地方 你在透过电脑的接收 你就知道 你周边会有哪个船只过来 当你知道周边有哪个船只过来的时候 原来上面就有海马式火箭带 海马式火箭带 我只要把坐标设定好 然后按钮一按 就射出去了 对 但是更厉害的一件事情是说 它上面有STARIC的一个接收器 过去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在小老上面 我没有基础设施 我没有网路 我怎么样的一个Connection的联合 不用 你要STARIC 乌克兰告诉你说 我只要STARIC 打开之后 你的地位卫星过来 我就可以 可以之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找到之后呢 你另外的海马式 其实是在部署在其他地方 所以呢 就类似A岛B社一样 反正我确定好之后 就打出去 打出去 你的洛阳机 就会被集成了 所以 你根本是来无以去无中 你根本 我们以前讲 本来我们的所谓的导弹基地 都是固定基地 我们的飞机场 也都是固定跑道 如果说是按照过去的话 中国有很多的飞弹 我可以在第一时间里面 将你的飞弹基地 将你的跑道全部摧毁 这样会让你的飞弹 跟你的飞机 英雄五六五之地 可是我这个冰海作战团 你看看 我根本就在这个荒野 我根本就在这个 所谓的没有路的地方 我随便跑来跑去 你根本抓不到我 对 你根本不知道 而且呢 你只要是小岛 随时冰海作战团 都可以帮他 把它做成一个前进指挥所 你不用再过去来讲的话 你看过去很多岛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去铺设这个航道 当你铺设飞机 战斗机的跑道的时候 人家从卫星就说 啊 你要从这边 当时你的前进指挥所 不用 反正我现在找到的地方 我就放着 放着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看乌尔战争 是不是常常有这个 无人机 跑来跑去 你看那个俄罗斯 S300 S400 萨姆500 都出来了 根本拦不住 但现在来讲的话 直接用无人机 去拦截无人机 这就是一个surcase 一个行李箱 你提过去之后呢 你在你机敏的设施旁边 你就放置这个 放置这个无人机 它自己可以用AI来计算 这是一个心理箱 对 心理箱有无人机 它可以自动追踪 对 它可以自动追踪 然后呢 这个NXT打开之后呢 它可以去计算说 是不是有无人机来袭 然后无人机来袭之后呢 它会去计算你的航线 你的航道 它就直接发射出去 然后用无人机消灭无人机 你就不用再过去一样 诶 导弹 要多少钱啊 几百万美金 我现在来去打无人机 根本就是大炮打响鸟 我向无人机去对决无人机 但更好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它逃走了呢 我就回来了 我就回来我的SOOCAS 我就回来我的行李箱里面 我也不会浪费 它可以自己回来 对 它会自己寻标 自己回来 然后呢 建落之后呢 它回到它自己的 如果它可以顺利找到的话 就直接把你消灭掉 你根本就不会浪费那种导弹 去打无人机的一个困境 难怪卫报讲说 现在人工智慧的 歐本海末时代已经来了 对 过去来讲的话 无人机 你觉得这很遥远 但现在来讲 歐本海末的时间已经来了 你可以快速的来个发展 另外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不是说 我们花了一笔钱嘛 好几亿元 居然买Arteus 这个600跟700的无人机嘛 其实这间公司来讲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它叫Android 它开了一个致命的无人机 这个东西过去来讲的话 它直接打出去 你要很难去找寻 但是呢 它会用AI 直接帮你找到适合的目标 然后更好的一件事情是说 它可以飞得更远 然后载弹量更大 所以它可以用无人机 去打击你的坦克 过去来讲 你必须要一个反坦克的炮弹 你现在不用哦 你用无人机 就可以有效的打掉这个坦克 一辆坦克要多少钱啊 一辆装甲运兵车要多少钱 当你把这个炸药的当量变大之后呢 就像这个画面一样 我一架无人机 可以像一个神风特工队 自杀式的攻击 我就把你炸掉 而我一架只要几万块美金 我就可以取掉你的一个装甲运兵车 好 另外这张照片就是 这个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抗议 巴勒斯坦的抗议就是说 他们现在很多人受到了伤亡 受到伤亡他们骗了这个摆布 摆布上面为什么是Google 他们是说 现在恐怖则是以色列跟Google 他们合作的一个东西 竟然他们做了一些人脸的辨识 透过刚刚讲的 我Google的一个搜寻 把这些人脸辨识找到了以后 我就进行了杀戮 对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Google跟他们以色列的一个合作 这是一个人脸辨识系统 人脸辨识系统 当初说的时候 其实他说得非常好听 他说有90%的成功率 可是相对90%的成功率 就是10%的一个失败率 所以我来这边扫射 我来这边来锁定你的面目之后 你10个人里面有9个 确实是恐怖分子 我确实是杀无赦 可是其中有一个 他会是平民 所以他们才在他们的这个尸体上面 弄上这个Google的果实簿 但是Google这件事情 大家也要想 其实Google他之前有员工抗议 所以他之前跟Panity的一个竞标 他是放弃的 但现在来讲 他决定了 三大皮雀告诉大家说 这就是一门生意 所以当别人都在做的时候 Google也做 所以做下去之后呢 确实造成人员的伤亡 我们在上一段就谈到 这一枪可能改变了美国 他可能改变了北约 改变了世界 对台湾也至关重要 没有想到 川普在光天化日下 刚刚讲众目睽睽之下 居然有人对他开枪 而且离开了八枪 而且非常惊险是 你只要差一秒钟 只要差一公分 川普就可能逆上黄雀 可是没有想到 川普在这个树木枪之后 他居然还是坚持地站起来 而且坚持地 正被高呼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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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站的动作 完全停了 当大海Fight之后 全场欢呼 全场起立 他整个说 展现了美国的这种英雄气概 展现这个英雄气概 就对比 这个所谓的拜登 目前就是昌老的状况 看起来 他的当选是非常的可能 当选非常可能之后 现在 美国共和党就讲 他们要全面推动 所谓的反中的法案 没错 而且他们要对付什么 以中国为首的走心 没错 他这个Fight 目前为止要Fight的对象是谁呢 鲍杰 那就是中国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他现在已经抵达了Milwaukee 我们要进行这个美国 接下来的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他这里面这一次呢 除了要提名他 当任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选人之外 这次还要冲过所谓的他们的党纲 因为他们柔性政党的话 每一年的党纲是不一样的 那这次的党纲就是未来川普的施政理念 这次通过了20条的这个党纲 这次20条的党纲里面来说 大概有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什么移民法案 我们要最严格的移民法案 再要建立美国最强大的这个军队 然后要确保美元的这个地位 还是要重申美国是No.1 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 他要求要取消给中国大陆的最惠国的这个待遇 这很严重吗 他们很严重 抱歉 最惠国待遇就是WTO中间的两个国家中间的互相的这个状况 他认定说 你可能还是开发中国家的时候 我就给你最惠国待遇 全部拿掉之后 所有优惠都不见了 没有优惠的 对没有优惠 所以他这一次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要抗中的意味是更加的这个浓烈了 那尤其他这次党纲非常有意思 他就 然后再说献给被美国遗忘的美国男女 所以简单的说他其实这一次来说的话就是要我要尽力提升美国的国力 同时之间我要大幅的抗中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论调就是美国很多的工作都被抢走了 是 被谁抢走 被中国人抢走 没错 所以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就要对这些被遗忘 这些被遗忘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了 事实上他被遗忘的是铁锈带 他这次是被遗忘的是更多美国的国人 另外一个是什么 保险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看 因为他当选目前为止看起来没有什么悬念 连他自己今天就说什么 我觉得上帝救了我一命 所以你知道现在整个氛围是对他相当相当的有利 好 那于是我们再看 事实上他的这个前国安官欧布莱恩最近在投诉 因为很有可能他未来也可能会再回任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要以实力回归和平 也就是说他未来的是说我们要用更 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话就要为战争做好准备 所以他其实是相当强硬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目前为止在说什么 他说他曾经在这个媒体投诉说 他认为应该要让台湾的这个参加所谓的演习 包括像这个所谓环太平洋演习等等 他说拜登拒绝这样做 他说这是一个必须要纠正的错误 所以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 然后他说海军应该这样一艘航空母舰 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 五角大西洋应该考虑到整个海军陆战队 部署到太平洋 所以显然欧布莱恩的政策里面来说的话 美国最大敌人在太平洋 那在太平洋是谁 那就当然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 川普之前的这个所谓的 不管国安团队 或他这个所谓的亲密的这些朋友 全部都放狠话 而且全部都对中国放狠话 甚至还说什么 你要重启什么核子自爆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你这个普丁 能够用这个核子武器威胁 我们也要这样做 所以你看他有认为说 我们要加强我们包括说核打击能力的这个政策 所以你看欧布莱恩是这样说 好 那我们讲欧布莱恩是比较偏向 所谓的外交政策这个部分 还有国安政策这个部分 但是对中国刹那一蛋的是什么呢 宝姐事实上是什么 关税战2.0准备又要开打了 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为特朗普就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在做准备了 那做什么准备呢 因为第一个他们现在观察说 因为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就要宣布所谓副总统的人选 如果副总统人选又是个鹰派的话 那就彻头彻尾量了 连总统副总统都是鹰派 那对中国来说绝对没有好事 另外一个就是他目前为止几个重要的核心团队的人物 第一个现在重点是谁 是莱特希泽也就是赖海泽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赖海泽或莱特希泽呢 他其实在这几年的时候 他没有在官位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No trade is free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的关税是什么 没有什么交易是免费的 意思是什么 他就要弄他的关税 他关税要出来了嘛 川普曾经自己说他是关税人 那他是把莱特希泽是火箭人 因为火箭人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在跟日本谈判的时候 他丢一个飞机丢过去吗 所以他就是飞机人火箭人 那他现在有可能要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那他就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他说这个美国革命以来 他把中国认为是美国革命以来 还有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政体最大威胁 所以他的态度是相当相当强硬的 所以就说他上来的话 可能就会开始又把他的这个过去的 莱特希泽这种所谓鹰派的事情 再重新再做一次 这美国革命以来难道是美国建国以来吗 当然啦 美国建国以来中国是他最大敌人 当然他就这样说 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Navarro Navarro保险你知道吗 他事实上目前为止还在监狱 为什么 因为他藐视国会最大被关 但是他是非常强硬的这个川普支持者 而且他的很多 我们过去曾经见到他写的书 他写的书就是川普的政策 他现在也是 他是为了捍卫川普 然后再被关 被国会藐视国会最大被关 所以他应该出来 又会是川普的重要人选 那我们两个都是鹰派中间的鹰派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中国为什么现在很担心 因为他们回来重新再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几天很多大咖都出来 隐隐的开始挺在川普这一边 伊隆马斯克不用讲 可是你看贝佐斯 贝佐斯他不愧是世界上千山有钱的人 他现在马上也出来说 我佩服你的什么风度和勇气 那另外艾特曼也是 阿特曼他事实上是美国对冲基金的一个大咖 他事实上在这个X上面公开 他公开支持川普 他是公开支持川普 那他说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阿特曼在2021年的时候 他曾经批评川普 他当时说 川普你煽动国会罪 你这个是叛国 他说你应该辞职 而且你应该要下台 他当时是这样骂 可他这一次是支持川普 那你看神 微软的纳德拉 或者说像 这个另外一个 阿特曼是这个OpenAI的公司 还有佐克博 还有库克 其实他们过去可能都是反川普 但至少在这一次里面来说 他们都是赞扬川普 所以来说这一次 因为枪击事件之后 川普已经是变成了神力加持 变成是美国的 美国之子 现在整个气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会者 在礼拜六的 那一个枪击 真的已经改变了美国吗 刚刚讲 现在这一个枪击 没有想到你只差了一公分一秒钟的时间 川普居然给存活 不然他就密上皇权 那之后 你看他的表现 他那个强悍的表现 震臂高喊的 Find 你看他高喊Find以后 后面的人全部起立 所有的人为之动容 这个东西 他已经无法挡了吧 已经完全无法挡 你要知道 今天纽约时报 特别写一篇文章 他就说 那个川普在整个 离经这个件事情 然后跟之后就 Find Find 那个里面的一个状况 他说 这个完全就是川普的本性 以及他知道 他在这个生死关键点 他都没有忘记他的观众 他知道在这个时间点 他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后来就是 这当然是纽约时报 他这样的讲法 那川普是说 他为什么自己到最后会讲Find 他说因为在那个瞬间 他说全部的人全部都鸦雀无声 他说那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瞬间 他自己知道 我一定要讲什么 我才能让大家给团结起来 所以他才会举手讲Find 他知道这个时候他要有表示了 对 他说你要有表示 你才能把大家的那种凝聚大家的一个团结 所以他一讲Find by Find 所有人就讲USA USA 那个这个现场跟拍电影一样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就回到川普这个人 自己本身的一个天性跟本性 第一个 他自己是强人 第二件事情 他其实长期是活在所谓的美光灯的焦点 所以他其实知道在这个瞬间 在这个其实对他而言 就是一个历史一个瞬间 他要展现出美国强人强权的那个姿态 然后川普这个一边的耳朵流血 然后高举的拳头 那一幕真的人家都说 这个这一幕决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川普应该已经是当选美国总统 你觉得稳了吗 对 这应该是稳了 第二件事情 这个拍到那张照片的那个摄影记者 应该会是这一次的热门的 不利之奖的一个摄影奖 那其实除了这个画面 我跟你讲川普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说 我们都知道他好像7月15号还是7月18号 要被那个共和党提名嘛 他说他本来觉得 他的那个在那个提名大会上 他所有的发表的言论 全部都要炮轰拜登 但现在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我的 他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改变 改变什么 团结 他说因为他收到太多 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 每个人都来问他 他感受到这是一个契机 什么样契机 就是要用这个机会来团结全美国人 让国家团结起来 你听到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 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现在最新收到的照片 他在缪尔瓦基降落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一排人站在这个地方 这个嘛 这就是当地的这些工人 这些所有的机长的服务人员 所有人 你说一般我都忙得要死了 你下来就下来 我管你什么事 全部都站在这里迎接川普 而且保洁哥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他被打到的时候 他第一个是说什么 我的鞋呢 他找鞋 我要让我穿上我的鞋 对 为什么要穿上他的鞋 因为在这个时刻他还要处遍不禁 我才能躺这些鞋 到时候被那个金尊队所拍到 会变成让你落荒而逃 没有 他还是要 所以你就知道他很 知道身为一个强权的总统 美国的总统 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我在这个危机生死关头 我还要撑住 我有那个班 所以在那个其实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 真的为什么美国人 现在很多人 本来可能对他不认同的 现在都认同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现在第二天 他就去打高尔夫球 跟这个马照跑舞蹈跳啊 就是前一天差点没命 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 继续去打高尔夫球 所以我觉得他那种硬汉形象 真的是已经是刻在骨子里面 现在所有的美国的人 真的包括那个美国歌手 然后神歌手啊 这50分啊 就帮他开了演唱会 有没有 然后以他为出场啊 然后整个都帮他拍MV之类 另外一个UFC的格斗的选手啊 埃文 他在比赛获胜之后就说 嘿 我刚刚听说他们想要打我的 my boy川普 我很高兴他没事 然后就直接讲 川普五万岁啊 Let's go 然后就川普五万岁 所以现在所有的美国 那种硬汉象征群的代表人物 谁是他们的头头 川普 诶 这个这个谎子啊 你知道吗 像这个也是啊 那个USM 川普总统 我向你致敬 你这个退伍军人 专游 你才夸张了吧 真的 我跟你讲 你不要说是他们 包括了那个一些 搞不好那些什么警察那一些的 全部真的都是认为 现在选举虽然还没有投票 但是心里的总统是谁 应该已经还蛮清楚 还有包括网红也po 把那个川普全身弄上 有没有刺激 经由这一次的奇迹事件 真的会让很多的选民 因此而认定川普 所以提会 现在美国人都疯了吗 现在都对川普疯狂了吗 对川普疯狂 而且美国人需要重返农药啊 拜登能够带领美国人 重返农药吗 所以这个画面 一比较来讲的话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 一比较来讲的话 大家认为说 川普才有可能带领美国总统 而且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哦 川普既然没有被打死 但是代表说他跟雷根是一样的 你知道川普第一任来讲 他就奉行的是雷根主义 雷根主义 他雷根的任内来讲 他最大的攻击是什么 搞垮前苏联啊 所以现在川普要搞垮谁 搞垮中国啊 所以现在错了一代就是中国 你知道我观察到了 接下来的川普 绝对会比在第一任的川普那时候 还对付中国更加严重 而且包含中国的朋友圈 一个一个会被川普端掉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 你看现在中国来讲的话 他透过什么方式 透过墨西哥 透过巴西 洗产地不是吗 电动车 或者很多贸易来讲的话 都是透过这些地方进入到美国市场 他包含什么 偷渡客 还有包含解放军的偷渡 都混入从墨西哥 混入到美国境内 所以今天川普一上任的时候 不是只有对付中国而已 包含跟中国站在一起的 跟中国接近的这些国家 一个一个会被川普对付的 而且你知道 当然台湾要闪元一点 台湾如果跟着中国套开心的话 今天川普也会对付你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今天川普 我想大概已经局势底定了 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垃圾时间 不过我觉得啦 拜登如果要搬回一城的话 也不容易了 现在看到民主党内部 也没有人说要去取代拜登了 为什么 所以现在 你看这个情况之下 谁能够对付川普呢 所以拜登里面 没有人要当炮卫了 没有人要当炮卫了 没有人要当这个最后的 这些民主党的政治民心 保全自己 而最后可能川普真的是会当选 是后 我们最近特别谈到的是 美国国王部的部长办公室 中国科的前科长包吾可 他投书到了国会山庄报 国会山庄报 特别把他给看出来 里面特别提到说 他强烈的建议说 如果中国胆敢侵犯台湾 那就代表你是对美国的一个宣战 我们最近也谈到的是 现在在美国要求这种战略清晰 就是直接警告中国 你不要轻举妄动 你如果轻举妄动的话 美国一定会介入 就没有想到 川普居然在他一个支持者的 募款三会里面直接讲 他说如果中国胆敢入侵台湾的话 他干嘛 我会派轰炸局去炸北京 而且你讲说 现在如果美国真的去炸北京 对中国进行任何轰炸的时候 中国竟然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对 没错 抱歉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 这个拜登已经连续讲了四次 就是说我会保护台湾 但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 他在他总统任内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保持这个模糊 我不告诉你 可是他在最近期的时候 他在一场募款的活动中间 因为他是对了他的金主们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在我的任期之内 如果中国敢侵入侵台湾的时候 我就用轰炸机去轰北京 还有轰炸机 我把它轰掉 就把北京炸掉 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他还提到了这个俄罗斯 同时他说我也会把这个莫斯科炸掉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 讲这么凶 可是之前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 那个记者曾经问他说 如果今天中国胆敢侵犯台湾的话 你会做什么动作 他说我不会告诉你 我真正答案不会告诉你 因为我这中间有一些空间 结果没有想到对他的知诊的时候 他直接讲他要轰炸北京 对 所以你看他说 这个报导里面说他的知识都吓一跳 因为他过去不是这样的态度 那他为什么转变成这样的态度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美国 两党都同样知道 台湾绝对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不能够让中国夺走 我不知道事实上 你说现在对他们来讲 台湾跟中美 台湾跟美国已经绑得越来越紧了 对好那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 180度的大转弯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状况 因为川普呢 他最重是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吗 他最重是美国的股市 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在他的ex Twitter 上面来说 讲了100多次美股创新高 所以他很知道 美国的经济命脉在什么地方 现在美国经济命脉在哪里 AI 所以AI不见了 所以他现在知道了 他现在完全知道 目前的格局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讲说 他会轰炸北京这件事情 保险到底做不做得到 我可能跟他说 如果以现在美国的军事条件 轰炸北京来说话 北京搞不好是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北京不是有很多防护系统吗 他不是有红旗9 而且他有SAM300 SAM400吗 而且目前为止 我们会证明说 这几天我们不是在讲吗 他的SAM300 SAM400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来说话 被乌克兰完全用这个所谓 陆军的这个战术飞弹 就直接把你击毁 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 就把你打掉 目前为止 这红旗系列也是一样 巴基斯坦 那你抱怨说 你红旗事业根本就没有启动啊 所以他的主要防空的武器 红旗系列 还有这个SAM300 SAM400 完全都针对美国的飞弹 搞不好都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你说现在 他的陆军战术费的ATSM 在这个拿到了乌克兰手上的时候 他已经进行了很多波的攻击 很多波的攻击的时候 这个当地 都有SAM300 SAM400 作为防空之用 结果没有一个拦得住 而且他有一个时间 连续发了6枚的ATSM 竟然没有1枚被拦住 而且全部命中目标 对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也把这个F22派过来啊 F22派过来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我有能力进去中国了 你完全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现在为止 他美国都做了非常多演练 所以美国 这个川普说这样一句话 因为他也当过美国的总统 他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们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川普第一次表达 如果中国要入侵台湾的时候呢 我会把北京炸掉 而且现在不但是刚刚讲 你川普讲话 不但是美国的所谓的 国防部部长办公室 前中国科科长表达说 你敢入侵台湾或者侵犯台湾 你就等同于对美国宣战 现在包括什么 包括第七舰队的退役上效了 包括现在所有的 刚刚讲海军陆战队的高级钱包官 包括他们现在过去的 亚太助理国务卿 全部都表达共同的想法 也就是不准中国轻举妄动 对 事实上你从川普的说法是 他要嚇阻你之外 现在美国的军队都说 北京虚明白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也就是说他要让北京知道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这个军方的立场是这样 美国是完真的 对 美国的政界立场似乎也是这样 尤其是退役的海军上校 他说什么 这一次的环台军演的话 他认为中国的环台军演是在测试 台湾 日本 还有美国的红线在哪里 那我们也必须给他回应 他就说我们要怎么说 北京方面必须知道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要明白 我们不会允许中国侵犯台湾 而不付出重大的代价 因此他说他的建议是 我们目前要两艘航空母舰 要挪到换日线以西 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 至少两个航空母舰群 在海上运作 对 就是长年的 因为我们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他美国并没有那么多航空母舰群 在西太平洋上面走 他说至少要有两个 所以在西太平洋要有两艘长辈的 航空母舰群役 好 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美国呢 要美国总统在国内要发动 这个军事动员 就演练军事动员 军事动员是什么呢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 能够很快的这个对美国 还有亚洲的武装 这个侵犯美国跟亚洲的国家武装 要发动攻击 那直接第三个是说 我们现在要锁定 开始检讨 要锁定中国大陆一些关键目标 就直接要打之后 我们就直接吵那个目标 等下打下去了 所以川普说 我要轰大北京 就没有想到第七舰队的前情报官 居然讲 我要把中国大陆本土的关键目标 给锁定住 尤其是他要跟他的盟友一起这样做 那一起这样做的话 那当然就是这样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他说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专家说 这个如果这样 如果中国跟我们开火的话 真的那意味就是全面开战的事 就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 就是全面开战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美国军方的说法都是 你敢入侵台湾或是你敢动台湾的时候 就是对美国的全面开战 而且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前高级情报官 山姆他这么讲 他说如果你真的胆敢犯台的话 美国怎么办 美国可以从北部的日本介入 从南部的菲律宾介入 也可以从台湾的东部介入 对 所以美国都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演练 跟相关的这个设想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不是讲到吗 为什么这个中国会 这个所谓川普说轰炸中国 是可以做得到 我们就给大家讲嘛 上次最近 这是还是中国的网站报导的 也就是中国腾讯新闻 他们想 他们打了六发的拦截弹 全部打空 SAM400还被打穿 他们讲说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去买SAM300 买SAM400 号SAM400 号称是现在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统 可是你碰到了美国的ATSEM 你英雄无用武之地 对好 为什么中国会非常重视这个消息 这是中国媒体发出来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保健壮事实上他买这个SAM400的时候 他们当时是这个中国 印度还有土耳其三个国家 都跟这个俄罗斯买 就像中国赤支30亿美金 购入单价高达5亿左右 他其实是比较贵的 另外一个状况来说 他后来还买了非常多 所以买进来之后 结果没想到 我们中国现在的防空主力 是SAM300 SAM400 还有他们自己的红旗酒 他们的当然SAM300 SAM400是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比中国的好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在整个俄务战场上面来说 他们就说 这个太夸张了吧 他说我们这个原本来是说 俄罗 这个乌克兰说 我们打爆这个 俄罗斯的SAM300 SAM400 这是放出来的消息 结果后来现在就说什么 这个俄罗斯说没这件事 结果没想到乌克兰再把画面 丢出来给你看 他在丢出来给你看就是这样 你看 这边有他们的三组的 SAM400的导弹车这些 就没多久之后 这些都完全不见 全被打掉 对 打掉 而且在被打掉的同时之间来说话 SAM300 SAM400 是有发射上去的 对 它的确是有侦测到你 你有ATS-CMS来 发射飞弹的 发射上去 但是完全落空 没有打到 你说这些拦截飞弹 全部挡不到ATS-CMS 完全打不到 六美完全打不到之后 就后来两颗的ATS-CMS 就直接把他打掉了 所以就说 我来的时候 你发了很多颗 发了很多颗都是空爆弹 结果最后我两颗 就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等于是 中国看到这个 画面之后 完全傻眼 这是我们的主力啊 而且ATS-CMS 并不是美国现在 最强的飞弹啊 最大的事实上 对中国来说的话 他真的是完全看到这个 完全是心惊惊惊 而且ATS-CMS的弹头 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组装 这种不同的组装 现在用在乌克兰的战场里面 它居然里面 这里面 这个是它的弹头 里面有950个M74的极速弹 对 没错 因为它是所谓的 战术飞弹来说 它可以在里面 装不同的这个火药 或是装不同的飞弹 变成不同的形式 你看 他们这里面来说 看给装了这个 M74的这个极速弹 在这里面之后 你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发射上去之后 这是怎样 这些所谓被标定的 都是很多的这个士兵 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 相关的人员之后 结果没想到 他就来了一颗 这个ATS-CMS的时候 就直接打到这边 打到这边之后 这些极速弹 完全都弹出去了 弹出去了之后 你看当时的时候 你看乌烟瘴气 这样烟就起来了 烟起来之后 很多士兵就当场 可能就被干掉了一个状况 也就是我们以前觉得 你这个飞弹 一个飞弹是一个点的攻击 可是没想到 它是整个面 整个面全部起火了 对 你看整个面这样起火 它还可以分成三 它连续打三颗之后 你看这个 整个面整个面起火了 就是说我这标定 这些人之后 就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等于是 没多久之后 这个钢铁雨 就把这些人 完全几乎是见面 由钢铁雨来形容 对 因为它里面有 那么多的这个急速弹 就这样 就直接把那些人 完全都干掉 所以这就是美国 目前为止的 ATA CMS 它证明 它在乌克兰的 这个厉害之外 它还证明了 就是萨姆300 萨姆400 根本是毫无用处之地 而且这我们讲到 它现在已经派了 18架以上的F-22 这个在美国来讲 我绝对不会外销的 这个对美国来讲 非常珍贵的 我们就也介绍了 现在F-22的性能 非常非常的强 就现在更清楚了 现在最新的数字 一架的F-22 竟然可以把144架的F-15 F-16 F-18 都不是它的对手 实际上这是美国 在做一个红旗军演 红旗军演就表示说 红方就是中国方 有非常多飞机 然后跟我们F-22 做个对抗 那这里面来说的话 有这个F-16 来跟我互相对抗 那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 我锁定击落你之后 你就要被退出 但如果你假设 你击落我这个F-22的话 我也是退出 就这样挂掉 就你知道他们互相这样战 互相这样战的结果 是多少了吗 他们是36比1 就是一辆这个F-22 可以击垮36 左右辆以上的F-16 最大的他们是这样 他就是红旗九以来 这个军演F-22 最佳的这个表现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这个一架换144架 就是说 我里面能够搭载的武器 足以摧毁这么多 144架F-15 F-16跟F-18 所以等于是说 你看我在这个Dogfight 里面来说的话 我1比36对F-16 而且我一架 我有这么多的 可以摧毁144架 这么多飞机的武器 所以人家才說什麼 它是轟炸機嘛 跟轟炸機有什麼兩樣 另外一個 它最近不是在把它的塗裝改變嗎 然後雷達轉換之後 又可以變成是迷你預警機 算是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你說中國看到這個飛機 它不下代才怪啊 而且它裡面有個非常精彩的描述是 它一架的F-22A 是被三架F-16給糾纏 是在近距離打 打Dogfire 打Dogfire的時候 我們知道全世界回轉半徑 等於說最能夠打殘斗戰的 就是F-16 它竟然1比3的時候 就把兩架給幹掉 兩架幹掉的時候 在第三架的時候 它們倆是同時發射 判定同時陣亡 對 事實上這個裡面來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 為什麼會1比36 因為保潔 F-22的攻擊武力太大 所以它在遠距離 就已經把你幹掉 那如果真的打到最後 是要近距離的時候 它1對3 1對3台F-16 它是先幹掉兩台之後 還有一台 我也看到 兩個互相瞄準的時候 他們說因為兩個差距不大 所以是判斷互相擊落 所以你知道 在近距離它可以1打3 你就知道 F-16已經這麼厲害 那你遠距離的能力又這麼強 你就知道 這個F-22來到東亞 絕對不是開玩笑的一件事情 好 無道 你曾經講過說 現在美中之間 美中台之間 它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而這個現在進行式 會隨著 越接近 美國總統大選 你說現在 拜登跟川普 兩個人都會 用力的踩油門 而且兩個人都會 對中國施予最大的壓力 沒有想到 今天川普居然講了 你敢敢侵犯台灣 他連我要轟炸北京都講出來了 對 所以你可以預料到 再過一個禮拜或是兩三天 拜登會講什麼怪話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拜登一定會跟川普比狠 然後拜登可能他有行政權 他有力量展現出來 比較夠力或比較勇敢的地方 但是在這次的美國大選當中 這個台灣的議題 絕對是美中之間的爭執的重中之重 有這麼重要嗎 這個當然太重要了 美國人就問一個問題了 那如果要打台灣的話 他們一定要出手 那如何來避免這個事情 或如何戰勝 如何勝利中共 那個方法是什麼方法 他們普遍我最近看到一個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個 那個FOX新聞的一個 很重要的採訪 這個軍事專家怎麼講呢 他說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中國的財政崩潰 這個有意思啊 對 這個很精準的講法 就是你不要出手 你要用極大的威嚇力 Deterrence來嚇他 就是阻嚇他的 阻嚇中國動手 然後耐心等待 然後中國的財政自然會崩潰掉 他會崩潰嗎 那目前情況很困難 看中國的財政 已經進入所謂的 中等階級陷阱 整個國家現在產量過剩 那產量過剩 他目前來講的話 他的國際民退的政策來講的話 面臨到極大的挑戰 你看他目前來講的話 習近平已經在最近7月份 要展開所謂的三中全會 那三中全會的時候 主題是什麼 就是救財政嘛 換言之講 救財政跟維繫習近平政權 這兩件事情 是互為因果的一個重要性 那過去沒有那麼重要 過去毛澤東在搞文化革命的時候 哪裡管財政啊 二死三百萬人無所謂 那習近平面臨到財政的挑戰 這是過去的共產黨的政權 沒有碰到過的一個困難 所以美國人的建議是這個建議 當然要問他一個問題 如果他真的佔領台灣的話 會什麼樣的情況 會怎樣 如果這個解放軍佔領台灣的話 他認為在一到兩天之內 台灣失守 給他佔領的話 佔領啦 因為先講清楚 換言之講 絕對不能讓解放軍佔領台灣 一定要在不對稱的戰術上面 能夠要能夠 你說讓他上不了岸 讓他上不了岸 讓他上岸的時候 這個仗就不要打了 所以不是所謂那些 前面那些人講的那些 什麼要打項戰啊 要打... 街頭打仗 那個算了 那個不要搞了 所以不能讓他登陸 他登陸成功 美軍完全沒有能力 介入這個空間 所以現在我們把這幾個 累積起來看的話 最理想美軍現在的想法上 就是說 維持極大的威嚇的力量 然後耐心的等待 然後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財政崩潰 你說這次拜登接受 《時代雜誌》的轉訪 對台灣來講至關重要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不演了 美國已經越來越戰略欣修了 而且這個戰略欣修很簡單 要中國不可以輕舉妄動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直接講 習近平現在留的是一個爛攤子 沒有人願意跟那個爛攤子 交換位置 沒錯 這一期拜登接受《時代雜誌》的專訪 《時代雜誌》的專訪的時候 他講到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立場就是 中國你絕對不能夠動台灣 你動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出兵 就台灣是我保護的 對 為什麼 他這樣接受媒體訪問 媒體就說 2027年中國要打 那如果真的打怎麼辦 我們會出兵去協訪 那如果出兵的時候 那請問你 那怎麼出兵 他說如果是派武力 或派陸軍 派海軍 派共軍 這次有不太一樣的狀況 那記者在問他說 那我們會從日本或分裂兵 去打他嗎 他說我不能跟你講 不然你會批評我 他把很多 他在無形之中 講出了非常多細節 表示美國是真的完真的 好 那我們講 拜登為什麼會這個時候 接受這個專訪 如果我們來看 這幾天的美國三大廠 都來台灣投資 就告訴你了嘛 什麼事 因為美國的資產 就在這個地方 美國的未來就在這個地方 你千萬不能夠打 所以台灣已經變成 美國最核心利益了 對 所以他才會講這樣的話 就是核心 我一定會來協訪 我一定會來派兵 給台灣的一個狀況 好 那除了台灣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拜登這一次的 哇 大談特談中國啊 他把中國唱衰 他說什麼 說每個人都在談論中國有多強大 他們有多強大 事實上是中國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對 然後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想法 疼了吧 別吹牛了 對 然後他還說什麼 他說他不相信有人想要接習近平的爛攤子 因為習近平留下來是個非常千瘡百孔的狀況 然後他的講法是真的 我覺得他真的有研究過喔 他說為什麼中國經濟不好 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他們目前為止人口老化嚴重 再來就是他們排外非常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他是真的有研究喔 他認為中國經濟就是崩潰的這個邊緣 同時之間他 既老化又排外 對 然後他還批評一帶一路 他說一帶一路是令人討厭的失敗倡議 就這樣否定你的狀況 然後你要想那你憑什麼底氣 他還說 我是這個世界上跟習近平相處最久的 有90個小時 我很理解他在想什麼 We are the world power 對 所以他講了非常多 等於是兩個重點 一個對台灣的態度 一個是對中國的態度 這兩個是截然不同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這個你來看 這兩天為什麼台北電腦展 這個有這麼樣的資料 應該講 全世界剛剛講 Intel來了 AMD來了 包括了NVIDIA也來了 你要掌握未來 進到未來 AI 世界的鑰匙的這幾個人 現在全部來台灣 也就是你如果要去構築一個AI的事件 那只有台灣可以幫美國做得到 所以剛剛講的這些公司都是美國公司 他們生產的東西都是美國的資產 對 昨天吳董講了 錢在哪裡 新就在哪裡 現在美國的資產就在台灣了 對 沒錯 我們就講為什麼美國這個時候會越來越清晰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台灣現在是未來他們AI 他們要發展的這個最重要的產業AI 這個黃仁勳講到 老杰AI未來的總商機他認為有100兆美金 100兆 這個天大地大的產業 所以美國一定要把這個牢牢的掌握住 那請問現在誰在AI裡面最有power的身體 台灣嘛 所以你看 為什麼黃仁勳要來投資台灣 蘇茲芳要投資台灣 Intel目前為止也把他的單下到台灣 所以現在等於是三大公司的這個重心 他全部都壓在台灣了嘛 所以你都知道事實上 這個就讓台灣跟中國出現一個截然不同 你看我們台灣都是 哇 AI訂單一個一個來 那老美就說我們要保護你 但是反觀中國呢 你看為什麼拜登會唱衰這個中國經濟 你看周大福都會停工 然後中國的這個外資的投資崩跌了82% 然後很多爛尾樓 所以可見中國真的是處處都是病 這如同這個拜登所說的這個樣子 2023年外資投資中國居然崩跌了28% 對 所以你知道是拜登 這次是真的有所本 而且拜登講說現在習近平在這個 把經濟搞到的千瘡百寇 不是隨便講的 因為剛剛講的 這是一個未來是一個AI的戰爭 是一個科技的戰爭 而這個AI戰爭科技戰爭裡面 中國完全被封鎖 封鎖之後 他現在竟然幹嘛 你不私往外面衝 他現在閉門造居了 抱歉 事實上這個拜登會說 中國經濟不好 事實上他是有所本 他說中國在排外 中國排外的話 讓人家想起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在外面在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 清朝是關門 關起門廊 現在全世界AI革命 也是在進行一個工業的這個革命 他也在關門 他現在也把門關起來 那你要說 我們說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這樣 你看中芯國際 他就說我們要加速國產化 怎麼國產化 戒掉對美國的這個依賴 賣進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關起門來 中國人自己做我們自己要的晶片 中國人研發我們自己要的設備 做得出來嗎 當然做不出來嘛 所以華為都說我們能夠做出七奈米 就很了不起 不用想三奈米五奈米 所以拜登是從 大宏觀的角度 的確是如此 你中國在最需要高科技的時候 你反而把自己的門關了起來 而且被美國完全封鎖 而且美國現在完全不給你 所以他目前為止 科技陷入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所以你看中芯國際在前一陣子 他就在北京打造了一個新精神工廠 那就被他傳言說 這裡面的所有設備都是 中國的機台自己在做 他們現在真的已經開始埋鍋造販 準備要開始 這個自己生產自己要的這個晶片 還有自己的設備 而且中國產到什麼地步 以前他完全看不起韓國人 而且剛才講 我要完全的封鎖韓國 可是這次 李強在這個中日韓的這個所謂的會議裡面 你看有沒有 對於韓國人 極盡巴結之能是 鵬姐應該這樣講啦 中日韓這一次他們有這個 三國的這個高峰會嘛 高峰會裡面來說 過去都會說什麼 三國要合作什麼尖端的科技啊 這一次在聯合宣言裡面 沒有尖端科技這幾個字 沒有尖端科技 為什麼 因為有日本 日本可能是說美國在後面 他不要跟你們什麼 沒有尖端科技這件事 好那顯然中國也知道日本的態度嘛 所以這次你看 這次李強的態度 他是什麼 他在拉攏韓國 為什麼你看 他就說什麼 三星對華合作是兩國的這個互惠 合作發展的這個生動縮影 希望兩國企業在尖端知道 他把尖端拿出來了 那數位經濟 人工智慧 綠色發展 還有生物醫療等等 你又要互相發掘 發掘合作的潛力 提升中韓經濟貿易的合作品質 他之前怎麼對待三星的 怎麼打壓三星的 把三星本來在中國是第一品牌 打到排前十都排不進去 而且他還去什麼 他還去這個 三星投資的新羅酒店 去看了李在榮 這個完全就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似乎看到一個機會 因為三星這次也是AI的邊緣的 他想說我去拉你來說 會不會我們可以互相的合作 但是我跟他講 這個兩個人這樣組合起來的話 搞不好也沒辦法碰出什麼火花 而且最近 中國就點了一片影片 把我嚇死 那在天津 天津居然出現了一個叫做殭屍園區 對沒錯 我們知道事實上中國目前有幾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來說 當然就是爛尾樓非常多 即使中國 中國現在已經要想辦法說 地方政府籌錢去買下這個爛尾樓 但是似乎是成效不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中國的央視曝光 這是央視曝光的 你看這整個城區你仔細看 你不講 天津耶 對天津 整個都是園區幾乎都完全荒廢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 這是中國北方的門戶啊 對就是濱海新區這個地方 他的濱海新區這個地方來說 他就說很多項目都已經 原本要來投資就沒了 沒了之後你看全部都是 都是閒置的工廠閒置的房子 他說閒置的這個工礦的儲用地來說 有138宗面積高達1100公頃 然後閒置五年的土地來說超過30宗 也就是說真的非常糟糕 而且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所有的產業除了電動車還不錯之外 幾乎所有產業都在往下跌 所以拜登說中國的經濟不好 經濟非常嚴重 這真的是有所本 好 你當了八年的總統府記者聯誼會的會長 你當然對兩岸對於中美台之間的關係 非常注意 你說拜登今天接受時代雜誌的專訪 把你給嚇到了 因為美國對這個態度從來沒有如此欺欺過 以前只說我保不保護 當然講我會出兵保護台灣 可是這次連怎麼出兵 用什麼樣的策略都隱約談到了 保釋哥你把整個架都拉開來看 因為這是美國的現任總統 他講說台灣如果發生問題的時候 不排除要使用武力 那記者問他說怎麼使用武力 你是派部隊嗎 他告訴你不會派部隊 應該不會派部隊 但是會有海空的軍力介入 記者還問 那你要怎麼介入 海空軍力介入 記者問得很清楚 所以我跟你講從來沒有這麼清晰過 他說是從菲律賓的基地 因為現在菲律賓不是借給美國空軍基地嗎 還有相關的軍港嗎 或者從日本的 包含了大阪或者是 橫須賀怎麼樣 沖繩 出動海空的軍力嗎 他說細節我不能再告訴你 否則你會批評我 所以海空會動 所以把這個你要知道 從我剛剛講的這段這麼清晰的問答 不是只有預計說我們會出病例 他在虛點軍校有沒有講 那是美國的西點軍校 他講完以後 這個時代雜誌的訪問 5月28離今天 就是一個禮拜之前的事情而已 這麼清楚的講 拜登第五四講 那把這個你要知道往前推 上上個禮拜在做什麼 WHA 美國的包含了 國務卿布林肯 他的亞太助理國務卿 包含康達 還有副助親 蘭默克都公開講 你等一下 中國大陸誤用27585決議文 你所講的 One China Principle 那個我們只是Economics 我們沒有recognize 美國永遠就是One China Policy 就是他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邦交國 可是他並不認為 台灣 他就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既然這樣的話 結合你看拜登所講的事情 以往啦 如果你今天講說 Sleepy Joe年紀很大 他可能講錯話 後面會發言人 就出來跟他做微調 說我們怎麼樣 不是這個意思等等 完全沒有微調 沒有了 所以我說軍事跟外交同步執行 你要這樣看啊 美國總統告訴你軍事上面 不要想要配面改變現狀 現在球就丟回習近平身上了 那你要怎麼辦 當台灣現在目前是這個狀態 台灣也沒有要反攻大陸打回去 只是想要希望我們是個 主權獨立國家的時候 你都要動武的話 那美國就告訴你 現在的總統叫拜登 我會介入 那就要看接下來 中國到底怎麼做了 所以這個專訪 非常重要 因為他非常清晰的告訴你 中間的問答跟步驟 不會在台灣駐軍 他不會 send troops 他的用法是這樣 他不會 send troops 就是把部隊派過來 對 部隊不會派過來 不會說在這個什麼 高雄港站 不會 因為不會介入你兩岸之間的問題 但是我也不認為 27589已經決定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美國在外交上 支持台灣有一定參與 重點是他的海空軍來 那中國要來打台灣 你要經過台灣海峽 如果你海空軍被截斷 你憑什麼過來啊 那我現在再講第三部分 因為美國現在目前 在菲律賓有駐軍 應該說在那邊有訓練 所以藉著基地 美國跟日本是軍事同盟 還有韓國 韓國那一塊他可能不管 因為有北韓的部分 他不會動 但日本你知道 他已經慢慢逼到 台灣多近了嗎 保健哥 已經100多公里啦 宮古島 宇納國島 對不對 還有這些他已經都 智慧隊都已經部署了 然後這就是東北的這一塊 那他的韓國母艦如果來的話 他要防止 大陸現在三艘韓國母艦 從北截斷我們的東北方 從南截斷巴士海峽 所以巴士海峽 這塊從菲律賓這邊補過來 所以如果一旦這兩塊停的話 不要講說 戰爭 因為戰爭可能不是 當然他是一觸即發 他可能慢慢用圍台 然後困台 我們LNG的天然氣燃藥船 如果沒有辦法進來的話 麻煩了 沒有辦法發電對不對 但是美國現在這兩塊 就要防止整個台灣海峽被控制 所以他整個戰略 在軍事跟外交是一以貫之的 拜登從來沒有講這麼清楚 不要動 不要發聲戰端 不要偏偏改變迅動 否則美國 會有海空的軍力介入 好 無道 今天我們看到了 美國要表達他去護衛 台灣的一個決心 派航空母艦來了 一艘 兩艘 三艘 最多三艘的時候 在整個西太平洋 未來還可能更多 你說這都不重要 你說拜登今天的講話 他今天對於兩岸 甚至他會派兵 而且發生戰爭的時候 海空軍會出動 你說這個比 派任何的航空母艦來 對中國更有震懾的作用 不是 美國總統對戰爭的 敘述的方法 當然比航空母艦更嚴重 因為他有這個作戰的權利 他有發動戰爭的權利 他比今天這個說法 比幾艘航空母艦 已經到了亞太來的話 更嚴重 還有這麼嚴重 當然是啊 這就是他們一個論述 他什麼論述呢 就是叫強大的威責力 他把強大的威責力 就是一個非常這個 高強度的deterrence 對 這個強大威責力作為基礎的話 才能夠達到所謂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 所以說沒有用這個作為基礎的話 那解放軍不怕你啊 還有他一定要美國總統親自 本人來告訴你 然後習近平要相信你 他真的會真的搞 對 所以我剛剛提到 一個是理性的論述方法 一個是川普是比較衝動的講法 這我要去炸北京 川普那個講法大家吃之以鼻 可是今天拜登這個講法 這是很嚴肅的事情 非常緊張的一個東西 他根本就告訴你說 事實上是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 你說這兩個要綁在一起看的 綁在一起看 然後他我講三件事情 一個叫耐性 一個就是說他中國經濟處於經濟邊緣 等他崩潰 對 等他 第三個就是強大的威責力 那他今天就表示什麼 就把三個通通講完了 他整個論述是完整的 對 一套東西告訴你 你要有耐心 中國內部的經濟會崩潰 另外是 我有強大的軍事威責力量 對 但他今天這個說法 必須要取得習近平的相信 習近平要接受這個論述才有意義 所以他今天這個說法 主要不是給一般老百姓聽 是要給他的對手聽的 對手要相信他的話是真的 這樣你達到這個效果有沒有 當然達到這個效果嘛 因為他在做這個專訪的時候 我覺得直到現在為止 中國還沒有反應 中國任何反應都很難弄 很難處理嘛 因為中國只能夠 繼續飛飛飛機 去騷擾一下 然後這些事情 所以我講了嘛 他談的 所以美國記者問他一個更細的問題 講簡單一點 你是不是會動用日本的駐軍跟菲律賓 就講一句話嘛 他不回答這個問題 他當然不回答 因為這兩個國家來講的話 都不見得會同意讓他動用這個駐軍 但是他會不會甩他們 他不會甩他們 因為一旦美國總統要動用的時候 就是亞太和平安全的 最危險的時候 所以他有把握 所以這樣子我們再看昨天的魏德嘉的說法 就是台積電董事長的昨天那句話 兩岸的領導人 還有世界的領導人 他們都是非常聰明才智之士 他們不會讓戰爭發生 這是什麼 這個論述 這個再回到台積電董事長的說法的話 就印證了嘛 整個事情就攤在檯面上了嘛 然後最有今天讓大家最 我剛剛聽到最興奮的是 世聰講的一句 非常鼓舞我們台灣人士氣的話 說美國的未來在台灣 有這麼意思 我要稍微補充一下 讓比較接近事實 就美國的科技產業未來在台灣 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就比較完整一點 對 如果美國未來在台灣 我們太沉重了 美國的科技未來在台灣 這個到昨天到今天 確認了 確認 Intel來了 AMD來了 NVIDIA來了 高通來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代表了龐大的美國 跟全世界主要西方國家的利益 在台灣嘛 在台灣的情況之下 他不是要幫台灣保護台灣 他是要保護他自己 美國人的利益 對 所以這時候不用再考慮戰爭問題 他不可能讓這個事情發生 因為這事一發生的話 他們本身就已經受到極大的傷害 對 而且我們所了解的訊息是 他不但是說我現在在這邊駐軍 他現在已經把大量的火炮 彈藥都已經放在這個地方來了 那當然都是 那當然都是 那個都不是問題 所以你就比較一下他的態度 跟他的利益 還有根本原因 還是回到他的利益的問題 那這個利益的問題 涉及到未來的十年二十年的科技產業的發展 那這個東西只不過可能讓 讓北京當局有僥倖有萬一的可能性 一旦有僥倖有萬一的話 他就面臨到更大成本的投入 所以今天的說法是剛剛開始 所以拜登借這個專訪 他是隔空講給習近平聽到 當然是 最重要他只有一個聽眾 只有一個聽眾就是習近平 這樣習近平接受他這個說法 習近平要不接受的話就會冒險 但是他要避免這個冒險的事情發生 所以今天的說法 包括今天開始以後的說法 我認為會越來越強化 這個整個他的他的論述 好 宇軒 為什麼現在拜登感覺到 我現在非常胸有懲處覺得 我這個威嚇力量 中國一定會買單 因為現在才從俄物戰爭 俄物戰爭最近不是講說 我就開始給你一些新的武器 我開始開了綠燈 你現在這些武器 不是只有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你可以打到俄羅斯 我們最近講過說他現在不是 之前中國自己都嚇壞了 我不是有全世界最好的盾嗎 我不是有薩姆400嗎 不是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統嗎 結果你竟然在 美國的ATSM陸軍戰術飛彈之下 你根本什麼都不是 今天更妙了 今天出來的消息是 現在烏克蘭更厲害 烏克蘭今天專門 去打俄羅斯的薩姆300 專門去打俄羅斯的薩姆400 今天只要被烏克蘭鎖定的 沒有一個薩姆300 沒有一個薩姆400 可以擋得了的 那如果你今天在俄羅斯 今天的薩姆300 薩姆400 都擋不了了 那中國的薩姆300 中國的薩姆400 不都跟廢鐵一樣嗎 對 保雷克現在的烏克戰爭 美國終於搞懂一件事情 首先它的薩姆300跟薩姆400 根本就是指老虎 完全沒有任何防空的作用 它衝擊量頂多是把這個原本 是地對空的導彈 你知道它跑去拿去幹嘛嗎 俄羅斯拿去打地面 因為反正我也攔截不到 我乾脆拿去打地面 我空中打不到打地面 當然我應該打移動的目標 我現在移動標馬打不到 我就打地面固定標馬 對 至少拿來洩憤嘛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美國它這個不是漫無目的轟炸 它是專門挑這些薩姆300 薩姆400打 為什麼 因為它是要替即將要抵達戰場 未來的整個F16的空中中隊 空中梯隊 掃除障礙 排除障礙嘛 再來第三件事情 美國透過了這次打薩姆300 薩姆400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驗證了一件事情 他們講美國這個叫做點穴打擊 點穴打擊 我精準的打到你最致命最要好的地方 為什麼 各位來我們仔細看看 這次他們打薩姆300 薩姆400的影片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奇怪了 旁邊的土地 欸 怎麼都好好的 旁邊的土地都沒什麼大問題 旁邊的土地都乾乾淨淨的 就只有那個飛彈車 就只有那個雷達站 所以只有炮陣地被炸掉 對 沒有錯 不只是陣地 甚至它有一幕更誇張的是什麼 就是呢 我們現在看到那邊圖片 它前面是什麼 是雷達站 結果雷達站 完全被摧毀了 被摧毀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後方的建築物竟然 完全沒有任何的損傷 所以它等於是我就是很精準的 要打到你這個 他們說你這個難度在哪裡嗎 即便你都透過衛星 它能夠鎖定的範圍 雷達大概是5公尺 10公尺 就說一定會產生5公尺到10公尺的差 但為什麼這一次有辦法 打到那麼精準的麻煩 你知道嗎 靠F-35 我們是不是想到 它美國公佈了一部影片 F-35先行 先行它做什麼 鎖定 偵測 定位 所以它等於說透過F-35 把它做定位之後呢 再透過什麼 海馬斯 所以即便它發射的是 很普通的陸軍戰術導彈器 它也可以精準打到這樣的目標 那你說俄羅斯會不會嚇死 當然嚇死啊 第一個我防都防不住 甚至有一部是什麼 是它的那個飛彈車 根本都還沒有立架 還來不及打開 還沒打開 然後就直接被摧毀了 所以對於現在美國人 它一步一步的 會把整個俄羅斯 而且是境內喔 各位我是講 因為現在俄羅斯呢 不敢再往 越雷池一步 現在整個烏克拉戰場 通通都被Starlink 被美國的所有的衛星系統 偵測系統 一朗無異 你在那邊輕舉妄動 通通一舉動 就會像克里米亞一樣 我完全清楚你在幹嘛 所以他們只好幹嘛 後撤 但現在沒有想到 後撤之後 我們剛才講到的薩姆 不管300 不管400 通通都是在俄羅斯境內被打到 所以俄羅斯現在氣到 整個已經沒有辦法嘛 手出錯嘛 擋都擋不了 不是 我已經把我的火力 退到我的境內 不然你還要怎樣 這個號稱是全世界最強的盾 為什麼中國現在有他們的報告獎 我們上當了 這個虧大了 為什麼 我們本來相信薩姆300 我們相信薩姆400 我們相信它有很好的防護力 所以中國是花了重百 中國買薩姆400是比印度 貴了很多 貴了好幾倍 我們買了薩姆400 要保衛中國的這個領空 結果你面對美國的飛彈 你完全無用武之地 對 還是最一般的飛彈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中國它就是要 穗行它A2AD的目標 所以對它來講 沿岸的整個防空系統非常重要 它花了30億美金 60億美金 結果買來一堆 就是紫老虎跟廢碟放在沿岸 所以你說現在中國 會不會心裡涼了一半 因為這個A2AD 如果少一個2 那就變AAD了 那不像話嘛 而且為什麼 美國還進一步 我們剛才只是講到300公里而已 射程陸軍戰術導彈只有300公里 今天美國它試射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洲際導彈 不好意思 洲際導彈 你知道它的射程有多長嗎 一萬兩千公里 你說今天這兩天還做了一個 義勇斌三型洲際導彈的試射 對 沒有錯 而且這個洲際導彈 美國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 首先它沒有裝載任何的彈頭 代表說我只是去驚驚一樣 它從了加州一路打到了馬燒爾群島 這個距離 我們這樣畫看起來 箭頭沒感覺 我跟各位講大概6500公里 有夠遠 你搭飛機都不會搭6500公里 他說沒有 我們試一半而已 而且沒有搭載任何彈頭 結果人家問到美國說 你們這樣試射這樣好嗎 他直接跟人家講 沒有 我們這個試射已經試射300次了 而且未來這個叫做三位一體 為什麼 請問一下 如果它裝載核彈頭的話 我們剛才講的S300 S400那個艦撞得住 擋得住嗎 擋不住 而且你以為只有這個嗎 沒有 美國還有什麼 潛艇 潛艇是不是也可以發射導彈 甚至包括我們陸軍的這個系統 也可以發射導彈 配合所謂的戰略轟炸機 這個就是美國的核三位一體 就是說 我的飛機轟炸機也能夠投核彈 我的地面也能夠發核彈 我的海上 我的潛艇也能夠發核彈 我看你的A to AD如何去防範 所以你說就算在俄國發生戰爭 就在我美國發射導彈 你覺得他的目標都衝在中國而來 當然他現在唯一的假想朋友 還記不記得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所講的一句話 對啦 我們現在主戰場是放在烏二 但你不要搞錯 我們重兵部署是在亞洲 他當著董軍的面 直接這樣把講句話講出來 而且 亞洲的安全就是美國的安全 對 所以各位 我們除了剛才講烏二之外 你知道現在美國做一件事情 在6月我們最近的附信 會有一個所謂的台美的國防安全論壇 而且非常的低調 但今年跟往年你知道不一樣在哪裡嗎 不一樣在於他所提供的火力 提供的武器 以前大家是不是嘲笑說 如果都拿著砲砲砲砲的 舊的東西 沒的東西 才拿到我們台灣 沒有 這次全新的綜藍 他因為他這次廠商 除了增加以前這25家 這次有30家 而且來了非常多的新的廠商 比如說有一家叫做Masky的 Masky 你說Masky做什麼 我就講一個懂你就懂了 他叫黑海風格 他提供的就是所謂的AI自殺無人機 各位 你光聽到AI自殺無人艦艇 你就知道這絕對不會是舊的東西 因為AI是這幾年黃人勳之後 而且黑海風格 肯定是在巫二戰爭之後 他所提出來一個新型的武器 而且這些武器 都是作為不對稱作戰使用的 要全方面提供給台灣 甚至我們台灣幫跟這些廠商 還有跟一下叫T-COM的 直接說T-COM 我非常需要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其實美國一直沒有輸出給台灣 是什麼 它是屬於這種低高度的 也就是可以偵測到大陸現在平平 是不是用無人機老台 包括我們的離島 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對所謂的本土進攻 它這個氣球叫做空中的航空母艦 什麼意思 它只要擺在那個位置上 比如說1000公尺 2000公尺的高度 就是你各位現在看到的畫面 它可以偵測什麼 所有的無人機在第一時間來 我就可以偵測得到 否則你想無人機這麼低 總不可能F-16換向2000 背上去偵測 而美國未來有可能會極力的 透過提供這種台灣現在所需要的武器 所需要的軍火來去做因應 甚至你知道它為了台灣做什麼嗎 設置了一個叫做高級議題化小組 它就是確保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美國軍購延宕你總是6000億 不然就是軍購沒有金援沒有辦法給你 我透過這些排除掉這些官僚的障礙 希望未來能夠ASAP 越快把我們台灣需要的武器送到你手上 越快越好 我們曾經講過 台灣的選舉絕對不是台灣自己的事情 美國 中國 甚至很多地方 都會介入台灣的選舉 而這一次最關鍵的是什麼 美國參謀首長連接會主席Block 他居然怎麼講 美國人應該要擔心中國 親台的可能性 對沒錯 雖然這一次拜登跟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習近平不是跟他說嗎 欸 我這個有人說什麼 你們美國報導什麼 2027年2035年要統一台灣 要武力攻打台灣 他說沒有人跟我討論過這件事 他還是主張所謂的和平統一的這個方式 可是你看 那沒多久的時候 美國參謀聯繫會議主席的這個布朗新任 他接受這個媒體的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要擔心什麼 中國應該要 美國人要擔心台灣 中國入侵台灣的可能性 所以就說美國的定調是 我不相信你習近平說的話 而且我美國就認為說 你還是有可能會拿下他 拿下這個中國的可能 拿下台灣的可能性 而且有支武力 雖然說美國必須 由於中國更加施加給台灣的壓力 即使不是軍事形勢上面的壓力 而且他會講說 就想想 香港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要說的第一句話是 我們要擔心 它會不會發生 美國對中國的威責 為什麼如此重要 對沒錯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美國人還是持續 不管你中國怎麼說 我還要持續保持對你軍事的壓力 軍事的壓力又讓你不敢侵犯台灣 所以他不管你習近平的說法 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好 所以也就是因為 布朗他這樣表態 美國的立堂就是這樣 他應該是不太相信習近平說的話 但是美國按照他的步驟走 所以現在美國準備在亞太 建立一個叫做新的這個所謂飛彈牆 這飛彈牆叫什麼 他要部署所謂的中程飛彈 那中程飛彈裡面 說有什麼戰斧飛彈 還有SM-6等等的特定的這個型號 你說美國要在亞太建立一個飛彈牆 對 飛彈牆之後 然後就是主角 如果你真的中國進攻的時候 我們要事實上 目前美國的這個想法裡面來說 日本當然本身有飛彈 然後包括說像韓國也有飛彈 台灣本身有非常密集的飛彈 但是美國是他 所以可能要跟盟友合作 或是把盟友 把他們的飛彈 放在盟友的相關的這個基地 所以美國有可能會再建立這些 所謂的中屬 中程的飛彈 會在亞太這個地區 用來防止中國可能入侵的這個動作 他們講喔 他說如果台灣被入侵 數百艘中國海軍軍艦會越過台灣海峽 對 他陸上的飛彈基地也會針對台灣 進行這個攻擊 他會怎樣 他會針對美國航空母艦喔 美國航空母艦丟下數千枚的彈道飛彈 對 所以他們要打造所謂陸籍的這個飛彈 飛彈基地的這個中層飛彈牆的意思就在這裡嘛 因為你有可能對我攻擊 那所以我要反制你的一個狀況 好 所以美國現在 所以針對航空母艦局要丟下數千枚彈道飛彈 雙方都是這樣互相要對抗的這個局面 好 那因為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人家中國經濟目前為止不太好 所以但是最近呢 他跟周邊國家反而是有點摩擦 譬如說我們中國的拖船 在這幾天的時候 跟我們在這個台灣的這個附近來說 跟我們的海巡對象 對象對峙的時候 對峙的時候你知道 是讓雙方互相罵 這是中國的船 欸這裡是中國領土 不是你台灣的領土 然後我們這個不明的這個 海巡署 對 誰跟你這個中國領土啊 酸老幾啊 然後就雙方互相對罵 埋罵髒話 對 雙方互相對罵的這個狀況 那你要說 欸這個好像看起來的話 台灣海峽有點危險嘛 你說我們台灣的海巡船 對 跟中國這個所謂的拖吊船 對 互相對罵 對 那你想 哇好像很緊張對不對 而且不是 現在其實最緊張的是在南海 南海什麼地方 菲律賓 菲律賓目前為止 跟中國緊張真的緊張得要命啊 而且 現在中國用什麼方式 你看 這是中國擺出來的船陣 你看 擺出來這個 哇 你看真的非常浩浩蕩蕩啊 就是 都是大型船隻 然後要把船隻 互相並聯繫起來的一個狀況 他要搞什麼 你想這是赤壁之戰啊 火燒連環船 鎖住那個連環 鎖住你的鐵鏈鎖住那個連環船 你要搞什麼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 雙方對峙在這個牛二郊這個地方 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菲律賓 今天有非常多的船來到這個地方 但沒想到來的時候看到嚇死了 因為這是菲律賓自己說 聲稱屬於我們的經濟海域 出去經濟海域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 成千上萬的這個 中國的船 一排一排的 然後他們就說 這是我們的地方啊 但是問題是中國也聲稱 這是我們的地方啊 所以雙方就開始在那個地方 你看這麼多船隻 那美國就說什麼 沒關係 我這次站在你的背後 所以看起來的話 我們都以為好像台海非常緊張 這都是中國的名傳 對 事實上現在呢 中國跟菲律賓的緊張態勢 或許已經緊張到 我們前所未見的一個 高度的這個情形 好 請問 美國參謀聯席會議的這個主席 布朗為什麼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美國一定要高度注意 中國可能會入侵台灣 而且想說 我們一定要保持威懾 不能讓這件事情發生呢 對 他講到香港 那代表說中國在戒選嘛 所以美國也在注意到 中國戒選的可能性 第二件事情 他講這個所謂的飛彈搶的概念 中程導彈飛彈 其實就是從川普時候 開始美國要回歸到 亞太地區的時候 重新建構的一個系統 所以他把那個日本跟 韓國的捆龍所都打開啊 什麼叫中程導彈 就是飛行這個公里數 在1000公里到1500公里左右的 這種飛彈 基本上都可以稱為 叫中程導彈飛彈 那現在日本 還有韓國 他們已經被美國解開 這個可以去發展 1000公里以上的飛彈 所以這個日本艾田文雄曾經講過 他要做源頭打擊 什麼叫源頭打擊 讓你要飛起來的時候 都還飛不起來的時候 我就把你的一個飛彈基地 或者是你的這個飛彈庫呢 把它整個炸掉 所以現在美國來講的話 他建構這個 這個所謂的飛彈牆 其實不單純只是防禦而已 它是一個攻擊型的概念 那接下來你看到這個 其實美國那個濱海作戰艦 其實已經進到忍耐礁這個海域了 菲律賓我們上一次有講過 就是說中國跟菲律賓的船艦 在菲律賓的忍耐礁那邊來講的話 在不斷地衝撞的情況之下 現在你看到 菲律賓它繞到美濟礁的後面 發現到說原來後面的牛耳礁 有排著135艘的海上民兵 因為本來只有111艘 現在增加到135艘 那中國在幹嘛 其實他就在stand by 那在stand by 海上民兵 他前面每一艘船前面都是什麼 鐵殼船 前面都是用撞船的設計要用的 那現在這個船排在那邊之後 隨時等待中央軍委會的命令 往前推 往前推的話 他們是聽中央軍委會的命令 因為所有的這個民兵系統來講的話 還有這個海警系統 現在都已經在軍委會的指揮之下 當然就受到解放軍的指揮 那現在他前面 這一排民兵的135艘民兵 前面就是仁愛礁 不是 就是那個美濟礁 美濟礁對面就是仁愛礁 現在菲律賓不是不斷的要說 因為那個要去整修 要去拉皮那個 仁愛礁上面的馬德雷三號嘛 現在來講的話就是不斷的會有補給船 或是有很多的菲律賓的公務船 以及日本或是美國的協助情況之下 船都會集結在那裡 那中國要用什麼來對付他 他不可能用解放軍直接軍艦去對撞嘛 所以他現在派出100多艘的民兵出來之後 就用漁船來跟你對撞 我說我這是漁船 然後跟你美國軍艦來對撞 那你怎麼辦 那美國軍艦一艘沒關係 我有135艘 你看誰撞得比較那個 而且他真的是佈陣 真的佈陣 全部現在佈陣 而且他海上現在已經開始兵凶戰危 因為我說過 南海比台海還要緊張 那現在南海來講的話 小馬克斯也硬起來 美國也在力挺他 所以今天這兩天 美國也派了兩艘軍艦 一艘進到仁愛礁 一艘跑到中葉島那邊去 中葉島那邊同樣的 也有兩三百艘的海上民兵在圍他 所以這是135艘在牛耳礁 還有兩百多艘在中葉島 總共在中共的海上民兵來講 目前我們查到了 大概有八萬人的編制左右 現在來講的話 大概有好幾百艘都已經出現在南海 而且不要忘了11月29號 習近平跑到東海分局的中國海警局 去講話 這是習近平上台以來 有史以來第一次 十幾年多來 第一次進到中國海警局 中國海警局是在2013年編成 2018年才轉到軍統會底下 所以代表其實習近平是意有所指的 叫這些海警局維權 那維什麼權 其實就是 菲林林這件事情 就南海 跑到東海分局去講 其實在講南海的事情 所以現在馬上 出動了這麼多艘的海上民兵 集結在這裡 菲林賓的Cosca 過去之後一看到嚇一跳 怎麼出院那麼多 然後繞一繞去 然後問題是這些也不捕魚 他們說是漁民 但也不捕魚 漁船也不捕魚 所以他們到底在幹嘛 他們整個就在守護 中國自己所生成的島礁 董事長 看到一百三十五艘 這樣的步驟把我嚇死了 你會打赤壁啊 這個怕 是三國演藝的 對啊 我講這個事情 我前兩天看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他講一個概念 就是說 台海戰爭跟南海戰爭的比較 台灣距離中國大陸太接近了 所以說真的如果要 武力犯台的情況之下 老美要來遲緣的話 困難度很高 但是當然 因為我們會不會包圍嘛 對不對 但是老美要評估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南海發生戰爭的話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解放軍的優勢不存在 因為解放軍現在如果要打台灣的話 他大概有三十幾個機場跟基地 可以同時攻擊台灣 但是如果他跑到南海去的時候 那情況就跟老美一樣 什麼一樣 遠程投射 航空母艦 潛艦 然後你的水面艦 對不對 你的空軍開始在那邊對決 然後對決的情況之下一樣 從衛星開始 從P-8A開始 從一層一層的這種作戰的態勢 完全在這個中共來講的話 或解放軍來講的話 占不到一點所謂的地利的這種之變 那他為什麼一直去挑釁南海呢 對 可是他 那是霸權 他一定要爭南海 他 因為他到底在軍事 所以我就講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在數量上跟美軍佔有優勢 但是質量上來講的話 完全沒有優勢 而且美軍現在目前贏他很多 我剛剛講了 所以到了南海這個戰場 兩邊作戰的條件來講的話 這就變成公平 公平 兩邊公平 兩邊公平 當然美軍 美軍的厲害會贏他什麼地方呢 美軍用結盟 用澳洲 有歐盟 有日本 有韓國 現在又把菲律賓跟越南弄進來了 菲律賓跟越南是沒辦法打仗的 打不著 沒有能力打 但是整個質量 再加上補充了盟軍的數量優勢的話 解放軍佔不到任何一丁點便宜 而且還可能會吃虧 可是他會不會幹 還是要幹 因為共軍要在南海挑釁的基本的國策 他沒有改變嘛 為什麼 那個跟他所謂的這個 他的 商業的孔道 或南海的自由航行權 這些東西發生直接衝突 其實就是為了 這些所謂的周邊的海域的國家裡面的 這個勢力範圍的問題 所以美國不會讓他 那中共會不會讓 不會讓 第二大貿易國 貿易國就是東盟啊 他怎麼為了東盟那麼大的利益 怎麼會讓也不會讓 那是那個 東盟的商業利益 跟台海的利益不一樣的 東盟商業利益遠大於台海利益 是這樣嗎 當然貿易量大嘛 主要的貿易夥伴嘛 對 但我們看到 現在把1365艘的民兵船 直接去圍牛二郊 現在有200多艘的民兵船 也去圍中葉郊 這民兵船到底能不能打 而且剛剛講說 都已經佈陣了 排列了一字長的陣 就等中央軍委會的指令了 你認為這個東西能夠打嗎 不能嗎 他打 他一個飛彈就把他幹掉了嘛 對不對 他一個空中 你說這只是嚇人的 對 不是 嚇菲律賓人 嚇菲律賓人 他就是這個張回小說上的故事 三國演義的赤壁大戰 不是火燒 連環船 連環船嘛 就搞這個玩意兒嘛 對不對 他這個東西就是虛聲動嚇 騷擾你而已嘛 對不對 他並沒有要真的跟你打 因為老美用什麼 老美叫做現代化的 所謂的阻嚇力量 他這個也是 他這個騷擾力量 他給你搗蛋 你讓你頭 成本低不低 低 他這個很低啊 都鐵殼船 讓你老美吃不消 老美怕不怕 老美不怕你啊 你搞這個沒有用